张子怡盼观众关注演员背后的努力 在镜头前付出的大量的这种艰辛是观众不太清楚的 聂远邪星座一锦还乡回母校 高贵妃化身拳击手 谭卓为心系受伤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好吃要给力不厉害的点心面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玉均余辰 大家好 我是紫薇 上一周时间在厦门举行了我们东南卫视 2019平台规划发布会 在那个发布会上面我们看到多档东南卫视的节目 其中有一档就是每周六晚上21点10分和大家见面的东南军情 我觉得这样一档节目是特别深受我们男性同胞喜欢的 这里我要问一下紫薇了 有可能作为女生你们关注的比较少一点 那确实有点惭愧 之前是看的比较少 但这一次因为我很有幸的采访到了咱们的军事专家 也是东南军情的特邀嘉宾陈虎老师 觉得咱们东南军情确实是一档传递正能量特别有价值的节目 他也是请到了很多的专家名嘴作证 深度的剖析了咱们的军事实证消息 想要知道更多精彩的内容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2019年东南军情的规划吧 前不久海洋时代中华情怀东南卫视2019平台规划发布会及合作品牌颁奖典礼在厦门隆重举行 作为东南军情这档节目的策划和军事顾问 知名军事专家陈虎当天现身发布会现场和大家分享了东南军情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 作为东南卫视重点打造的一档军事资讯类节目东南军情 从2014年3月底首播起至今已经走过了四年半的时间 不论是国产航母001A海事还是歼20服役或一是珠海航展 可以说哪里有重大军事事件哪里就有东南军情的身影 作为一档电视节目特别是军事类的电视节目的话 你的选题你选题能不能抓住当下的热点 能不能和受众形成一个共鸣 你在讲的东西是不是受众愿意听的东西 这个选题很重要 比如说现在很发达很流行的网络这种的媒体平台上 你能不能看到在这样的一些媒体平台上 你看不到的东西 或者说你读不懂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只懂 也就是说你要给它更深一层的解读 除了紧抓当下最火爆最热点的军事动态外 东南军情还大胆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虚拟演播室和A2虚拟动画 不仅直观明了而且科幻大气 充满科技感和视觉震撼感 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运用的是这种的这个数字化的3D的建模的技术 对你上面在讲什么 它就可以用这个数字化技术把这个东西给你体现在这里 甚至主持人嘉宾可以走进去 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节目里都已经很成熟的实现了 作为国内仅存为数不多的专业化军事时评节目 东南军情在为广大观众普及军事支持的同时 也肩负着加强国防教育的重任 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 经济上我们现在发展得很好 我们的整个的综合国力在不断的提升 但是一个国家如果你的国防没有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防的话 不管你的肌肉多发达 你的脂肪多丰富 你缺乏骨头 缺乏骨骼的支撑 所以说这个无论说是实现中国梦 还是我们国家当下和未来的发展 国防的建设是一个绝不可忽视的东西 而国防的建设绝不仅仅就是领导人的决策 和穿军装的这些人所做的事情 它必须在一个大的 友好的可以获得支撑的社会背景下 这就需要让我们的国民知道我们的军队 知道我们的国防 支持我们的军队 支持我们的国防建设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国防教育的内容 而实际上东南军情恰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 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当然不论是东南军情这档节目 还是东南卫视整个平台的发展 都离不开品牌客户的支持与帮助 东南卫视的每一步成长都伴随着品牌客户的成长壮大 想问一下刘董您这次来咱们东南卫视厦门会心情是怎么样的呀 应该这么讲我非常的高兴 这次东南卫视在厦门可以在中国的广告节之前 先举办这么一次大型的一次客户的招商也好 我们的总结大会我非常的开心 来年为了更好的发展 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发展思路和规划呢 希望东南卫视越本越好 在节目的质量出品 包括以前的传统的黄牌的一些节目的一些传承 第二个我希望我们的客户可以更多的去我们福州走一走 去了解一下东南卫视 然后我还有那句话 我们需要提供的是更多的一些解决的方案 给客户量身定做一些比较适合客户发展和销售的一些 整体的一些方案对 2019年即将到来东南军情也将会继续坚持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节目态 给我们带来更多国内外军事事件的第一手资讯分析报道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陆帆天综合报道 说到这个国境呢上映的电影是特别多 其中有一部名字叫做找到你呢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它是属于女性题材的电影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身边的紫薇 将来呢有一天你肯定是要当妈妈的 所以你特别应该去关注一下这部电影 是的小一个其实我早就关注了这部女性题材的电影 还特别喜欢咱们电影的女主角马依丽 其实马依丽呢不仅是在电影当中饰演一位母亲 在生活当中呢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而且她说过啊其实要平衡这个家庭和事业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她要在晚上呢哄好孩子去睡觉之后 深夜再拿出手机把剧本再重新看一遍 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这部电影呢昨天也是来到了北京做宣传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电影的女主角马依丽是怎么说的吧 多多现在还那么小 多多能分清楚谁是阿姨谁是妈妈吗 看看咱俩的尊严真够讨厌 你要是警察做宣传 你是吗 即将于国庆档期上映的电影《找到你》 近日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 这部由姚晨 马依丽作为双女主的影片 讲述了命运多传的两位母亲 因一个孩子而展开追寻与救赎的故事 当天在发布会上 马依丽就和大家分享起了影片幕后的故事 几个消防水龙头对着焦 然后到后来已经不能睁眼 然后就是其实任何表情都做不动 因为那个水的压力特别大 水锵的压力特别大 我们拍了两个晚上 因为导演对那个现场吧 经压局挺高的 八九点钟就真是黑了 看上去可以拍了 但是一个是马路上人太多 围观企业重很多 第二个是分大 所以消防水龙头打出来一个 就是不是假 所以我们要熬到差不多十二点 已经感觉天空中的那个风 已经平静了的时候 才开始可以拍 所以这么拍的话 就拍到可以天亮了 现实生活中 两位女主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面对又是演员 又是母亲的双重身份 马依丽就有话要说了 大孩子比拍戏累多了 拍戏的演员呢 所以就放开了 你随便去问问哪个 有了孩子的演员 是不是这样 近日由张子怡 徐峥、吴秀波加盟的某演技竞技类节目 正在热播中 在节目中 作为导师的张子怡 我自己在底下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去跟别的演员说 我不是一个好为人师的性格 对 我觉得我做演员这么多年 我坚守的就是 我把自己的作品做好 我把自己的角色演好 但是我在那个舞台上 我没有办法 我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我就要去讲一些 我看到的好与不好 自出道以来 张子怡为观众带来了诸多佳作 对表演十年如一日的专注态度 让她颇受好评 而谈及此次参加节目的初衷 张子怡表示 就是希望通过节目 让观众们了解演员的不容易 我觉得做演员真的是不容易 就是很多演员 其实在镜头前付出的 大量的这种艰辛 是观众不太清楚的 这样的舞台其实是对于演员来说 是最大限度的去帮她放大 无论是她受的饥饿也好 还是她受的台词 还是她闪耀的地方 或者是有些人不足的地方 她都给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放大了 如今张子怡除了是演员导师 更是妻子与母亲 不知在多重身份的交织下 张子怡是否会感到压力呢 这一切都刚刚好 其实我也没有强求说 一定要自己怎么样 其实我做演员也没有特别 给自己设过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人生反而还有过目标 说我一辈子 我一定要为人妻为人母 因为我特别爱孩子 所以当我这一切都寻找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一下子比以前更放松了 我觉得这种放松的心态 让我做事情变得更顺畅一些 那刚刚张子怡也说了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关于演员背后的努力 那讲到演员背后的努力 其实有很多点 比如说对于角色的揣拨 还有对剧本的研究 还有一个很困难的一点 就是要在短时间内增重或者是减重 没错 子惠刚刚说的这一点 我是深有体会的 但是有可能我做得不太好 可是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 就做得非常好 说到的就是最近 受大家关注度很高的 念远同学了 去年前往三亚探讨的班 正在拍摄一部电影 道高一丈 他就跟我说 为了拍好这个角色 是辛苦减肥了三十斤 而且当时给我看 他每天吃的都是沙拉素材 现在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了 果然是效果非常不错 也是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做宣传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一锦还乡是一种骄傲 带着作品回母校 接受老师们的检验 也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 近日念远就带着自己的新作 道高一丈 回到母校上海戏剧学院 库别学生时代多年 如今重新回到校园 看学弟学妹一张张青春洋艳的脸 念远也是别有感慨 离开学校的这些年 念远为观众们奉献了精彩的作品 演技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 谈及角色塑造的话题 念远就 说打个比方 如果说江导演下次要拍一个 让我变成一个胖子 那我就把自己摧肥 要变成一个什么拳击手 那咱们就三个月当中 就练成一个拳击手的状态 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个夏天 古装宫廷剧占据各大话题榜 而演员们也因为自己饰演的角色魅力 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在连续剧《沿洗攻略》中 饰演高贵妃的谭卓 就让人印象深刻 近日 谭卓现身北京出席某品牌活动 当天 谭卓和大家分享了自己近期的工作状态 我现在正在 开始一个全机精彩的电影 然后进行全手 这种动作戏 拍的时候就难免会有 这种意外受伤的情况 所以我这个 就是眉骨质 这里 对 大家看到 就是打开了一个小口 然后有一点青 然后还有这个 左侧的颧骨质 这里 哇 双 对 这里也肿 然后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这是整容前 整容后 搞贵妃变成全机首 这部作品值得好好期待一下了 为了演员好这个角色 谭卓还做了许多前期的准备工作 因为你要呈现一个职业化的 那你的这个一朝一世 肯定是要训练的 因为这个东西耍不了小聪明 然后而且时间是个刚需 一定要花到足够的功夫 可能才能展现一个相对于可信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对 虽然现在还是没有特别专业 还是会有些漏气的地方 但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吧 乐凡天 综合报道 张艺山呼吁大众拒绝酒驾 你喝完酒以后神志就会不清醒 别走开 下节更加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好吃要给力》 玻璃海大点心面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凡天 我是小鱼君神 大家好 我是紫薇 娱乐乐凡天在中秋节继续给大家发送福利啦 娱乐乐凡天的冠影活动还在继续 这一次大家看到的呢 是提前在国庆档上映的动画电影 阿凡提之奇缘历险 没错 吃博弈食品看快乐电影 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呢 所以大家想要看到这场电影呢 只要登陆到我们娱乐乐凡天的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来回答问题 这样就有机会能够拿到电影票咯 是的 接下来来看一下关于张艺山的消息 这一次她是化身为拒绝酒驾的公益形象大使 来了解一下 日前张艺山以公益大使身份 现身北京出席明智饮酒 拒绝酒驾公益盛典 同社会各级爱心人士一起 呼吁大家拒绝酒驾 助力道路交通安全 你喝完酒以后 甚至就是会不清醒 然后你就是会 有的时候在操作 比如说开车的时候 你肯定会相对迟钝和缓慢 这样会酿成很严重的后果 是自己都无法想象到的 所以身边 还好我身边的朋友都还非常的理智 张艺山不仅呼吁大众拒绝酒驾 更身体力行 还是公益宣传短片 未来的你为公益助力 短片讲述 张艺山醉酒驾车回家 被未来的自己及时阻止的 一系列奇幻故事 还我车钥匙 我觉得每个人 每个人的力量和能量 都不一样 对吧 但是工艺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不光我 身边的所有人都可以做 我有一份力就出一份力 有十分力又出十分力 工艺不是拿来攀比的 要看你是不是真心的想去付出 想去做一些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事情 近两年 张艺山影视作品全面开花 高强度的工作行程和不规律的作息时间 让她的身体状况亮红灯 早前张艺山应在录制节目时 突发胃病让大伙十分担忧 不知道最近她的身体状况如何 拍戏就是这样的 就是有时候没时没点 然后吃饭也不会按时 有时候会熬夜 有时候会起很早 有时候饭都吃不上 所以她经常会就影响肠胃 对 所以 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应该多多少少都肠胃病 所以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张艺山用敬业的表现 诠释了一位优秀演员的自我修养 虽然沉静了一年 但张艺山也没闲着 这部现场她就向大伙透露了 自己近期的影视计划 头上这续起的小辫 就是为星俊做的准备 头发想让它长一点 然后后面有戏的拍摄 是一个年代的叠战戏 对 然后跟我合作的演员 我也非常的尊敬和崇拜 我也希望在这一次的合作当中 可以跟合作的演员多学习一些 等于表演方面的经验和表达 和翻天松合包 欢迎来到玻璃海苔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上期娱乐显微镜的答案是张艺兴 恭喜这位幸运观众 获得玻璃海苔提供的礼包一份哦 是的 接下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拿着这支酒杯的人是谁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登陆到 我们娱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话就有机会 获得玻璃海苔所提供的礼包一份哦 是的 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以下网站 或者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没错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相会在娱乐乐 谢谢大家